坦白,我都不要緊了,其實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不要特地捐錢,要支撞著我的雞頭 救得一時,救不了一輩子 根本這種的 business model 是不合理的 我們做好一些 content 做好我們一些,無論我們多用心拍攝,拍到王家偉 希望大家課金,或者訂閱我們的台費 又或者是大家內部中眾籌 總之人多的,個體的都一元幾十元 去供我們繼續營運下去 這個模式是不會再活的 除非我一定學到走出來 講到大仁大義,辦了事情,有政治光環 然後跟著大家捐身家給我 跟著我在加拿大買豪宅 我駕駛車,躲起來 或者我騙大家說兩句 我會請一些抗爭者幫忙 大家又擾那些踴躍捐輸 又或者像啤梨那樣,亂購賣東西 你們覺得,如果你們給了錢 我混蛋 我騙了啤梨那條底褲回去都有賺的 是這兩個模式 但是這兩個模式,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我真的不想做這樣的模式 我始終堅持我的 effort 以及對隊友所有的東西 專注就是做好的節目的 content 難以內何 這個 business model是不合理的 我都要接受這個現實 所以我經常都很替那些忠實的支持者 一會兒那些捐幾百元美金 那些捐一千幾百 我有時候都會替他們肉痛 為什麼呢? 就是小部分的人去承傳 大部分的人的福祉 但是大部分的人看完之後 就沒有真正正做過任何義務上的事情 這個是很令我氣憤的地方 就是因為我太堅持要走這條路 但是其實根本是不想的 我撞了一個死胡同 我就不想退出來 那 那沒辦法 就是 他們賣的東西是不是實用 我不想評論 就是百貨撞百客 他們賣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幫得到手 或者是言過其實 是吧? 或者是說過頭說話 回到你用的 你又賓州長不長了 你自己會心知肚明 是吧? 你喝完醋的血 你不需要通波仔 你自己心知肚明 但是香港人就是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聽完你 你買東西給我 我當支持你 但是我要拿回一些東西走 實質的 我不要拿intangible的東西 我聽了 你聰明了 或者你吹急避空 或者好像總理這樣 教聰明了 你不要去哪間地方吃東西 去哪裏吃東西 去哪裏吃東西 叫在美菜的時候 怎樣去學會品嘗 這些知識性intangible的東西 香港人是不珍惜的 覺得是不應該這樣 就是 或者說我們的免費教育太多了 上學讀書 老師教你東西 不用花錢 你覺得應份這樣的情況 那就是這個mindset 或者TVB 這麼多年裡面 幾十年了 五十幾年了 就是完全都是免費提供資訊和節目 娛樂大家 那麼大家也都接受了這個洗掉了 在DNA裡面 那就沒辦法了 謝謝大家 regular